时光从不停留 你却拼回手 电影《小时代》系列即将画上据点 第四集《小时代灵魂镜头》 受到柯振东吸毒案影响 电影被延后不说男主角戏份 也全部砍掉重练 除了柯振东戏份将如何删减 让影迷关注四位女主角的结局 更成焦点 据平面媒体报道 网络上流传一张疑似《小时代4》的电影 简介文宣 上头写到除了杨幂饰演的林霄 完好无损 其余三人非死极残 网络谣传的结局中 国彩杰饰演的顾吏公司倒闭 还不幸罹患癌症 谢依林饰演的唐宛如 与空难身亡 郭碧亭饰演的南乡 因车祸成为植物人 唯一健康的林霄 带着唐宛如的一向 和虚弱的顾吏到南乡的病房中唱歌 而顾吏就在她的歌声中病逝 这样悲惨的电影结局 跟原作结局同样凄惨 三位女主角死于一场大祸 仅林霄和公民幸存 但发行商表示 谣传版本结局是假的 而郭敬明也曾对外宣称 电影版本的结局为开放式 不会大开杀戒 大家就等着电影出炉 再一探究竟吧 SV新闻中心台北报道